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 我是吴馨宇 今天的气质的艺术 我们给大家介绍 日本第38期 骑胜战 挑战赛的第四局的比赛 那么对阵的双方 是日本可以说是当今最强的两位棋手 景商玉泰和商下进物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这盘棋 两位棋手 就是说 是日本的 就是说最顶尖的棋手 那么他们的现在的棋风 也逐渐 就是说脱离了这个 原有的 日本的本革派的老一套 也是以这个力量强大而著称 棋风也是比较的不拘泥于长形 那么可以说 随着时代的进步 日本棋手也在逐渐的变化 这盘棋是井三 直黑先行 然后跨 加 这个是一个普通的定射 那么黑棋点脚的时候 白棋采取了比较普通的虎一个 没有选择复杂的变化 这个是比较讲究速度的一个下方 那么白棋挂 黑棋小尖 白棋在分头 这个是白棋追究速度比较快 那么但是由于这个地方 黑棋这个下面呢也 白棋没有补啊 速度快的话呢 它也有一个弱点呢 就是说呢 相对薄弱一点 那么黑棋也没有什么 按部就班的去抢占大厂 而是直接就开始出动 这个布局刚刚开始 这个两个人呢 就在这个局部啊 开始这个打 就是战斗起来了啊 白的想回避战斗呢 还有一种方法呢 就是压 那么黑棋搬呢 白棋就虎一个 这样呢 黑棋吃掉啊 白棋继续呢 在别的地方行骑 这个当然也是一种这个下方啊 不过呢 这个黑棋这个实地呢 还是非常的可观 同时呢 作为外面来说呢 白棋这个还不一定呢 是厚实啊 不一定厚实 因为以后被点着一下的话 这个黑棋有可能呢 还打入进来的时候呢 还可以这个对白棋发动进攻 所以白棋呢 不太满意 那么 白棋呢 就立下来了 这个反击 立下来反击 那么一场战斗呢 肯定就是说是 八响啊 它响了 黑棋拐出来 白棋长 黑棋贴 白棋呢 跳啊 跳一个呢 是这个局部的 可以说也是一个好手啊 这个形状的一个好手 这个棋呢 黑棋啊 普通来说 这个 第一杆呢 就是说呢 是 这个 长啊 或者是蛙 不过呢 不管你是长呢 还是蛙 这个呢 白棋呢 也有巧妙的手段呢 来应对 如果说是 白棋只是这么打吃的话呢 那么黑棋站上 白棋的棋型呢 显然是 不是太好 不是太好 但是白棋在这里呢 也有好棋下 二好棋可下 那么就是挖的时候呢 白棋可以单长 这个是好棋 这个黑棋呢 在这里呢 不太好应对 这个长出来当然不行 这个直接就被冲出去了 那么如果老老实实沾上呢 白棋显然就不会打 走这个打吃的熟手了 而是呢 直接 单跳一个 这样白棋的形状呢 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那么黑棋如果病的话呢 白棋还有好的后续手段 那就是冲 断 或者断这个也行 这个由于里面打了一耙要死黑的 在街上 然后白棋在顶这个啊 这个 也是 这个 定型的这个 好棋啊 这样的话 这个白的这个 黑棋呢 是 比较困难的啊 这个先打一下 可能安全一点啊 就是说 在一顶 这个 这个 白棋有这个 比较好的定型手段啊 这个 所以呢 黑棋挖 看似凶 但是呢 白棋也有 好棋可下 所以在这里呢 这个 景山也没有 这个轻易的这个上当 还是走小街 这样出头 出头以后呢 白棋跳 嗯 接下来这一手呢 也就是说 展示了现在 年轻的 日本的这个棋手 不拘一格的棋风啊 普普通通呢 那么 黑棋就是 跳啊 这个普通的 那么白棋跳 黑棋在走 白棋呢 也就跟着捕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 白棋 这个也捕好了 这边也捕好了 以后这里还可以逼住啊 而黑棋只是比较无聊的啊 跑出来这么一块 孤棋的话呢 肯定是 不满意啊 这个黑棋肯定是不满意 那么 这时候呢 黑棋走得非常的强悍 这个 这个 直接靠上去 以公为首 啊 以公为首 这个 白棋啊 如果说 73 弱了的话呢 这个 肯定就不好 这个黑棋正好顺手一连斑 这个 白棋啊 不太好办 你要吃 吃这颗纸呢 这个 不是 很舒服啊 然后 那么它 这个简单的一查 这里呢 作战比较困难啊 你贴呢 黑棋可以强行呢 搬住 这样呢 白棋呢 呃 过于软弱 所以白棋啊 干脆给黑棋 坚决的反击 搬 黑棋退 白棋张上 那么黑棋呢 在拐住 在拐住 这样呢 它不跑啊 而是先把你的控破了 同时呢 也对你呢 有危险 这个完全是 一种呢 以公为首的这个态度 在这个地方啊 这个 由于白棋自身啊 还是有一些这个毛病 嗯 直接呢 来冲击黑棋呢 这个不太行 这个 自身呢 这里有弱点 所以白棋呢 先藏一个 藏的目的是 虽然对这边是损的 不但以后也怕 那么 这个目的就是说 如果你粘上 那么呢 我就 再跳一个啊 你要是还跟着硬的话呢 那它这个灶 就对这个 黑棋就要痛下杀手 痛下杀手 那么如果还是 跑的话啊 那么白棋 再一挡下去啊 还有些先手味道 这个拖了连半 还有个打结 这个黑棋呢 肯定也 不太啃啊 也不舒服 那么 长的时候 这个黑棋呢 干脆呢 先拖线啊 它尖啊 注意一下这个黑棋啊 这个 拖线的位置啊 如果说是跳的话呢 对这个白棋的这块棋呢 压力不足 压力不足 那么白棋可以在这边呢 实际手段 那么黑棋 一尖 想对白棋呢 这边也施加一些压力 那么白棋 想着先在这边 占便宜 冲 断 从这个时候开始 黑棋就下出 比较惊人的一手啊 这个也是 很难想象 像日本棋手这样的 本革派的棋手 能走出这样的棋 这个地方呢 冲断 局部来说 黑棋是只能吃这个的 那么 白棋当然吃 这个白棋明显呢 是很有收获的啊 以后这一大飞 脚上的木树还非常少 那么黑棋呢 现在不太肯 那么黑棋 接下来呢 干脆啊 就准备 先保留这里的一些变化啊 种种变化 那么 准备呢 这个气角啊 来 杀白棋 直接就搬上来 这个是 非常这个 凶悍的一手 是非常凶悍的一手 这个 气势呢 也是很十足啊 因为这个一个大脚 被白棋吃的话 这个 损失非常惨重啊 那么气这个大脚 抢先攻杀啊 这个也是 有非常的这个 要需要勇气 那么 白棋 好啊 现在如果直接走呢 这个黑棋再补一个啊 这个整体吃掉 这个 黑棋呢 还是 不错的啊 这个转换 那么 白棋在这之前呢 肯定是需要 在这边呢 借用几下 然后黑棋靠 白棋扳 白棋靠 黑棋扳 然后白棋长 这时候呢 由于这个底下 以后万不得已的时候啊 白棋 这一飞 再一扳啊 这个虽然很熟 就是万不得已的时候呢 这个底下实际上呢 白棋还是有活路的啊 这个 有做活的这个味道啊 甚至于 说这个力都是先手啊 甚至于来说 这样呢 白棋基本上呢 在这里还是能够做活 那么能够做活的话呢 呃 这个黑棋呢 这个攻击呢 肯定是 嗯 不太好动啊 所以这个时候黑棋 先抢占这个底下要点 扳 那么这个扳呢 也很明显啊 扳完了以后 马上就会产生冲 啊 断 的这个 手段啊 啊 那个也破白棋的野 当然白棋这时候啊 想要做活也没事 就加一个啊 就可以逃跑了 不过这样呢 被黑棋 顺手一拖过 不但这个底下的木树很大 而且黑棋呢 也全联通了 白棋呢 这个 自己一个人漂浮在上面 这个肯定是 非常的吃亏 也非常的被动 如果 虽然你这时候能抢这个 但是呢 这个又被人家一攻过了 这个棋啊 太苦 因为黑的一拖一厚了以后啊 这个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所以呢 这时候白棋啊 也 针锋相对的设计的一个啊 这个 气质的这个变化 担住啊 明知道 这个棋要死 但是呢 也要把你的这块棋 先断开再说 先断开再说 即使死了啊 这个 我也可以从别的地方啊 获取一些这个便宜 这个 黑棋呢 势必呢 就要冲断 打车 白棋这个当然要粘 然后黑棋跑出来 那么白棋这几颗子啊 就说基本上 是死在里面 死在里面 那么 明知道啊 这个是 死在了里面 但是三下进屋呢 依然啊 是大胆的这个 采取了气质的战术啊 来跟黑棋周旋 那么 当然气质的话啊 你这个要利用好啊 有很好的后续手段 那么接下来啊 白棋是 怎么样的后续手段 去充分利用这些 气质呢 我们来学习一下啊 那么这个地方呢 暂时呢 是活不了了啊 跟白棋呢 就冷静的管 虽然这个地方啊 从这打出来 似乎也有些余味 但是呢 这个 先把中间死的话 这个损失太大了啊 这个 先被吃掉 或者是 这三颗子被吃掉呢 这个损失太大 而这里呢 由于自身器也很紧啊 和白棋对杀呢 并不有利 和黑棋对杀并不有利 所以 这时候呢 白棋先拐 就冷静的拐 由于这里要真实 真实黑棋 所以这个黑棋肯定呢 还是要装上 那么 然后白棋再打车 这样呢 先打这个 它这里先打一下啊 然后呢 再打车 这样的话呢 由于 这个 打车是先手 黑棋这个地方呢 出头 就变得呢 非常的困难 那么 出头 如果一旦困难的话呢 这个 只能呢 就和底下呢 对杀 只能就和底下这个对杀 那么 黑棋这时候呢 飞一个 这个白棋当然 啊 这样子 然后呢 黑棋这时候 粘一下 先粘一下 因为这个 直接去杀的话啊 那么 这个被 白棋 吃了 一把啊 这个外围 实在是 太厚了啊 里面呢 还得收起 这个 还很麻烦 所以呢 这个 黑棋呢 先粘一下 这个是先手 白棋呢 这时候 选择呢 比较厚实的 提 啊 其实这个 粘呢 也有考验 白棋的 这个 意思啊 也有考验 白棋意思 就是 白棋如果想 彻底地 分出这个头 那么 那么 这个可以 粘上 啊 可以长 但长了以后呢 这里杀完棋以后呢 那么黑棋以后 显然呢 有 留有这个 藏出来的手段 那么白棋 干脆选择厚实的提 啊 那么黑棋 局部 利 哎 这个是杀棋的 这个 好手 杀棋的好手 主要防止呢 这个 白棋 从这边呢 啊 跳出来 现在呢 这个局部 白棋呢 是已经是死了啊 是了 因为 只有了这个以后呢 这个你这个跳呢 现在就不成立啊 黑棋最简单的一扑 扑完一走啊 这个 这部棋 啊 我们就能看出 它的这个作用啊 按住它 虽然这一例啊 白棋这几个子 是死了 但是呢 这个本身呢 也是白棋这个计划之中的啊 它一个通过棋子啊 这个 在中间 能拔朵花 这个收获呢 还是很大的啊 位置很大 这里虽然死了很多 但是要注意 前提是在前面 黑棋在这个白棋断的时候呢 拖先去抢弓了 给白棋留下了呢 这个 非常大的一手棋啊 那么呢 白棋 把这个 弃掉 也就是说 把包袱甩掉以后呢 还能抢到这一手 这个白棋呢 身为呢 这是便宜啊 这个就是 去吃这个 这个就是 便宜啊 同时啊 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白棋 现在虽然对杀不利 但是以后呢 还有留有啊 种种的这个 鱼味啊 这个这个子不是 不是就这么简单的死了 以后还有很多借用啊 我们可以接下来往下看 而作为中间这个题呢 现在黑棋 由于已经吃掉白棋了 这个 这个再出头呢 就意义不大啊 白棋可以跟着走 你这个出头呢 有点帮人家忙的味道啊 这个 那个这边的架子呢 就是说是太大了啊 这个有点帮人家忙的味道 这个不太好办啊 所以这时候黑棋呢 先在这边行棋 展示呢 是告一段落啊 不过这些死的纸 它不是白死的 一会儿呢 还会发挥作用的 那么 大家先在这边啊 先走了一个定式 在这里呢 白棋啊 并没有过多的用强啊 其实当然 你外面比较厚的话 用强呢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但是白棋呢 还是选择了比较厚实的下方 当然 这个厚实 它不是软弱啊 这个 它呢 是有这个 有目的的啊 这是一个常用的定式 长 然后呢 白棋闭嘱 黑棋尖顶啊 这个虽然熟一点 但是也是很实惠的下方 然后飞一个啊 不让这个白棋 再把模样呢 扩张起来啊 不让白棋再模样扩张起来 那么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这个白棋啊 开始动手了 大家看出 这一串虽然死了 但是这个子的余味啊 其实呢 还是 非常的多 现在呢 白棋靠 这个是抢手 这个黑棋啊 有点不太好应付 白棋并没有采取普普通通的 比如说这里就尖先手 飞先手 就直接 飞一个啊 可能这个呢 黑棋要杀呢 白棋也不容易 不过黑棋就算呢 白棋活个小角呢 这个倒是也无所谓 白棋呢 肯定不满足于啊 活一个小角 那么白棋啊 这个靠 是呢 还要在黑棋的这个空里面 大脑天空 这个直死了啊 这个最简单 或者说是最直观的 大家有一点知道 就是什么呢 结彩度 结彩度 白棋这样走呢 实际上呢 是在想在里面呢 走成一个结纱 普通来说是斑这个 那么呢 这样白棋它就拖 黑棋难逃呢 打结了 这个变化 白棋毫不犹豫的 肯定要跟黑棋打结 由于这里结材比较多 而且我这外面都下得很厚 这个也是厚的目的 这个结材是白棋明显有力 这个黑棋不行 这个也是说 白棋的这个气质啊 的这个余味啊 那么黑棋呢 这个井山呢 意识到结材不利 赶紧接啊 想躲开这个 白棋 避其锋芒 那么你要跑呢 就让你跑掉一点 算了啊 我把这个底下的 基本控呢 还是守住 这样呢 这个也还早 当然这个白棋是不会那么 轻易就牢牢黑棋的 白棋沾上 白棋先扳一下 然后呢 再一扳 这个形状呢 黑棋就很难受了 注意啊 由于这边对杀 这一代是有先手的 这这代呢 这个白棋啊 这一代有先手味道 包括这个都有先手味道 黑棋这个蛙呢 可能是非常危险 这个白棋可以虎在这 这个比较危险 所以黑棋呢 被走的呢 也只有硬着头皮断 这样白棋再一占 这个黑棋啊 躲都躲不掉 有时候啊 也躲都躲不掉 你如果团在这啊 不想被白棋吃的话 那么这个一吃出去 显然这个是有棋的啊 然后白棋再一爬 爬了一小尖 这个黑棋不行啊 一立 这一打下去再一拐 那么 黑棋干脆呢 只有吃这个 那绕了一圈 还是呢 避免不了这个结针 避免不了结针 不过呢 相对于刚才的结针来说呢 毕竟外面先拔了一个子啊 比直接刚才那个斑的结针呢 黑棋还是要好一点 不过作为结材来说 是明显有利啊 注意白棋它不是打在这 它直接就给你开到这 是最狠的这个打法 啊 结材 那不是问题 然后提过来 黑棋粘上 白棋再一开啊 在普通局面下呢 是很勉强的一个手段 但是呢 这个 在目前情况下啊 这个 还是呢 这有利啊 因为结材是明显有利 那么 但提的时候 黑白棋一打 早结 这个 黑棋呢 也没办法啊 这里得修期啊 不修期以后 这个白棋一搬 可以搬在这 那么 这个黑棋呢 干脆啊 先火 吃大一点 算了 这个结呢 也等于就是说 干脆 宣布呢 无条件的 这个 让你打赢 算了 我在外面呢 走两手 那么当然 白棋一提 黑棋自己 唯一的一枚结材 大概是这个啊 这个当然也不见得 完全肯定是结材 就是 但是呢 这一枚结材 本身比较损 卖味道 没有用 而且白棋在这里 还有很多结材 所以黑棋呢 这个找结材 还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黑棋干脆啊 就长 干脆在这里 抢一手算了 啊 而 等你提掉的时候 啊 这个白棋一提 这个 收获 大家看得出来啊 这个非常的大 通过打结 这个脚活得 非常的舒服 不过黑棋呢 这个也算是 还是有收获 因为毕竟走了 这两步啊 这个架子还是挺大的 把白棋的这一带的模样呢 全部削掉 而且这个头挺出来了以后呢 现在白棋中央这几个子啊 还有可能成为姑棋 成为姑棋 不过总体来说呢 肯定是白棋收获得呢 更加的实惠 而且这个走完了以后啊 这个底下由于 这个有了个挡啊 有了这个靠 那么呢 以后 这个白棋还有跳回来 打结的手段 打结的手段 这个地方收不紧了 注意 那么呢 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打结 打持它打 所以这时候呢 黑棋还要 还需要呢 这个回头 补一手 彻底呢 把白棋这些 气掉的纸啊 给吃干净 吃干净 那么这个结果呢 白棋可以说呢 还是成功 从 这里 唬下来啊 明知道是使白棋 气纸来说呢 整体啊 还是下得非常的漂亮 先气这个纸 在外围获得便宜啊 把这个大棺子收了 然后呢 再利用它的鱼味 利用它的结材优势啊 在这里呢 强行跟黑棋打结 在脚上目数收获呢 也很大啊 总的来说 这个 三亚金武 在这个气质的构思 还是 非常的这个 巧妙啊 就是先气啊 得了很多便宜 然后再利用它的鱼味啊 利用它的结材 又获得这个利益 从而呢 获得了这个局面的 优势 最后呢 也是 凭借这个 续盘建立的优势啊 就顺利的呢 呃 赢下了 这盘棋 那么这盘棋来说呢 白棋的这个构思 还是值得大家好好的 这个品味一下 那么今天的课堂呢 我们就给大家 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大家再见 这盘棋的东西